我自己是个很倒霉的人 你是啊 那今天我妈跟我说 她从来都不觉得我倒霉 甚至觉得正是因为我倒霉 所以我才这么努力 身边才有这么多朋友喜欢我 所以呢 我自己是个很倒霉的人 那我在想啊 这个好运气坏运气 是不是没有一个评判标准呢 上帝在这个地方给你关了一扇门 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会给你开一扇窗 所以呢 我打算设计一个 跟运气有关的服装主题 也算是我向坏运气 发起一个挑战 钟雪柚 你没事吧 怎么 你今天很正常啊 我不给你嫌扯了 我去画设计稿去了 好啊 加油 好 既然你说你现在 没有那么伤心运气了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等一下 我是不相信运气 但现在也不行 我去画画杆了 节目 我说